那我暂时先替选手感谢大家 这里是插了个棋子 看到了对方的人之影 王子的棋子也是前期很少数的 可以开草丛视野的一个技能 是的 那么双方一级团战的话 是把握都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应该是不太会 轻易地开启这样一个场战 其实对于一级团来说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阵容 应该都是以防守为主 对的 现在时尚比赛发展到现在 也是很少会出现现场一级团 直接就打得很激烈的一个阵容 对 然后现在大家防守一级团都很有经验 而且还有一点 比如说你在抓一个人的时候 浪费了太多的技能 即使拿到一血也是亏的 你这是在说王草莓 是的 草莓的一血战术非常的成功 好 这一波是把维鲁斯打残 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他 哎 哎 看一下 下面 这里是在回程 但是这边紧接着跟了过来 有没有 好 护盾 漂亮 这一个是 应该是LM这边的ADC太大意了 没有想到是对方还会继续的追进来 对 因为他草丛里面是没有视野的 是的 这样的帽然回程确实有点不划算 好 这边的话 现在的打野呢 都是比较倾向于拿石头人来分掉真面 而这里的话 由于ADC不在 所以说拿一个M4 所以比较的好打一点 那么刚才这一波的话只是消耗了女警的一个闪现和露露的一个虚弱 拿掉对面ADC的人头 然后黎明之一这边呢 露露的闪现也没有了 露露的闪现 加他虚弱 对 就是两个闪现 然后一个虚弱 我们来看一下伊伊雪回放的情况 应该说这边这个回程会继续追进来 没有想到 实在太大意了 这边一个减速 女警的走位非常的关键 利用自己超远的射程 肯定是必死的这样一下就 其实大家刚才应该注意一下女警的走位 她并没有直接追过去 因为那样的路径会比较的长 是的 她选择了隔墙来打 好的 那么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 可以登录到BBS.TGA.PRU.CN 那发个帖子就能中大奖 大家可以去详细地参考下我们的参赛规则 我们这边看到LM这边的打野 是选择了打了红之后 直接去对手的野区打蓝 但是被对手给侦查到了 而且同时王子应该也是 强行地偷掉了对方的一个蓝BUFF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人马在缺少蓝BUFF的情况下 他的一个打野效率 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没错 他的打野效率应该会非常的低 这边 杰拉的一个翼 并没有能够恐住对方的女警 应该说杰拉本身是 线上也想打进攻性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边他ADC率先送掉了一血 反而是让他线上打得有点束手不小 对 但是好消息是女警并没有回家更新装备 这样的话 直接在装备上双方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的 我这里看到等级是对面女警先三 对 但是对方这边的话 由于是没有招握之技能 当然了 维鲁兹现在也是没有招握之技能的 那么也是尽量的稍微先畏缩一点 反正等机会 因为维鲁兹六级就了 配合露露的话 他们两个人的控制力可以说是非常强 再加上人马如果有大招的话 他们一个突起性还是比较强 其实维鲁兹配合杰拉的大 然后再加上人马的一波及时的干客 其实在下路收两头 好的 那现在的话双方在初期的补线上 我们来看一下补刀情况 应该说ADC这边的话也没有被压太多 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补刀情况 其实作为一个合格的ADC来说 稳定的补刀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 而上路这边王子一波反蹲 但是没有成功 对的 但下路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是进行一轮干扰 这里是强行不让你回城 对 这个干扰其实还算得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在女警拿了她的衣血之后 她回去的一根性的装备 明显会要比维鲁兹要好得多 是的 这样的话我不如先推一波线过去 这样的话推到塔下 让你损失一波经验 我们看到上路这边 甚至把线一直压在蓝波的塔下 她因为多吃了一批三郎 而蓝波那边是帮助王子打石头人 对经验上是有些劣势 被对手的等级一直领先一级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杰拉快速推线 但是路路已经赶到了线上 那这波经验的话 推不推意义都一样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蓝波这个英雄最强势的时期 是她刚到达五级的时候 三级的喷火的伤害远远高于身 没错 那只要被她连住打一套的话 可能泛水就没有了 这样时候你就不敢上了 好 现在蓝波已经不再从这个渗了 是的 已经到达了五级 而且其实越往后打 我觉得蓝波对于渗 她其实是越来越好打的 甚至有些时候 如果对方的打也不胜 过来太过大力的gank的话 很有可能会叫一个双杀 对 而且我们知道 胜上路要想快速带线 打一个四一分推 往往要选择出扬言 上路来了 上路来了 我们看一下 好 这边的话蓝波要叫一个闪线 那么胜的话 因为已经没有嘲讽 也没有其他一个输出技能了 所以说还是难以击杀蓝波 对 刚才蓝波如果到达六级的话 可能整个的形式就不一样了 但这里就得提一下 人马这个英雄 他的干客能力其实不算很强 是因为他没有很强大的绝数技能 异技能的把人往后推的一个技能 也是需要很好的一个走位 才能吃到很多 而且他还要配合线上的这样一个控制 才能够完成一个比较高的伤害输出 是的 不然的话 你这个干客的效率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低 但是他同 应该是阿姆姆一样 六级之后的话 算得上是有一个质量的一个改变了 是的 就这样一个大招 这边插了一个真眼 想要排到这个方的眼睛 还敢排吗 这边是 这里杰拉的位置稍微有一点危险 他是放弃了去排这个眼 打算等会再来 完整自己有真眼也不怕 前面提到的说 肾上路要想打一个四一分推 往往会选择出羊炎 但是羊炎面对物的英雄的时候 是很有作用的 但面对蓝波这个魔法伤害为主的英雄呢 对线的时候就有点缺陷了 是的 有点力不强心了 所以说这边剩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选择一个 回血装为主 就是说现场的消耗 下路终于是 人马找了机会过来 是帮助下路排掉了这个眼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一把的话 人马对于现场的支援 是非常的积极 而皇子对于现场的支援 感觉不是那么的主动 应该是想先到达六级 对 这边皇子打野 是打到了先五 可是人马这边只有四级 那皇子呢 还是一个主 就比较主发育的 这样一个走向 但是确实人马来说 他的这个成功率 确实是有一点 即使他能够利用 他的技能飞速的 这样一个 赶往这一个线上 但依旧还是 控制上太弱了 中午这里截到达六级 跟月级 好 开一波火拼 看看技能伤害 好 胜给大了 漂亮 最后是杰以及自己大招的影子 使用了一个二段的Q版 瑞兹给扔死了 是的 那么现在的话 也是这个版本 杰的一个Q技能的一个伤害 也是得到了提高 一技能的伤害 却得到 却是降级了 对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个杰使用的是一个 主技能是 好 依旧还是主生意 还是主生意 但刚才立下Q的伤害 感觉好糟啊 下路这一边的话 拿了医学以后 也并没有打出太多的优势吧 看到维努斯的补刀 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女性 王子就是要强行拿这个塔吗 这里的话 剩的血量还比较满 要拿这个塔很难 我们看一下 上面他们打算做什么 就是压一波 这边维努斯在下路呢 也是和这个杰拉把线推过去 应该是准备回城 发现LM这边 他们下路的ADC和辅助 好像在个人技术上 反而是领先对手一些 因为送了一血之后 反而补刀以及兵线压制王 是一个绝对的领先状态 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由于在蓝色军团方 ADC对于这个石头人的 不停地拿石头人 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 对 他等于说 每分钟可以多打出来 将近90块钱的一笔经济 是的 这笔经济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是经验也是非常的高 上路呢 胜的日子确实不是很好过 胜47个刀 而这边蓝博是14 那么中路的鞋 也是成功地击杀了一次 瑞兹之后 那么相信在稍后 稍后的对线当中的话 应该会更加地 这样有这样一个优势 就看王 是不是要主动地支援一下中路了 是的 应该说现在版本里面 中路的法师对抗杰 往往会先出一个 勘探者的护腕 因为就是中亚的前置装备 对 可以增加护甲和AP值 但是如果瑞兹 是这种装备的话 可能就没有他 其他装备那么优秀了吧 但必须说他先出 女神的路线的话 使得他的血量 以及是护甲有点低 面对杰这样6级爆发 英雄高的英雄有点危险 但是没办法 实际上现在女神积累 比较便宜的 也是为了后期他合成磨切 或者说是大天使是杖了 做一个前置 因为它是一个发育型的装备 对的 现在瑞兹的中单路线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女神积累 然后转饭盒 然后转时光的这样一个打法吧 所以也是这样一个 瑞兹在新上 因为付着这个装备之后 比较弱 他也是带了不少的 这样一个补给品 我们看到上路的话 这边圣还是做 要往阳岩身发展 前面就提到过了 圣出阳岩推陷是一个底流 但是面对法师型英雄的话 对 这样他面对兰波的时候 1比1的时候 肯定会继续被压制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 就等待兰波什么时候去参团 然后打一个4-1分推的时候 这样的话 阳岩身装备的作用 就可以发挥出来了 真正又是来到了下路 想进行一波干肯 但是没有成功 他还是没有到达6级 而这边王子已经7级了 就是主发预留 和这个不停的游走 但是失败了这样一个差距 最关键是一开始 那个兰波我觉得 影响也是有一些的 是的 我们看到这边 女性使用一个EQ2连 这也是现在女性 开发出来的新玩法 好 维务大招 杰达异到了 但是伤害不够 维务没有蓝了 没有蓝了 最关键是杰达并没有达到6级 如果这一下杰达能够达到6级的话 那么 WA这个下路 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是的 加上他们有个肾可以飞过来 这边我们看到 维务大招的装备 也并不是冰务大招的 非常的好 而对面的女警 和维务大招的装备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么中路的瑞兹 也是非常的谨慎 也是不再选择和 结队拼了 因为确实 现在来说 他的血量有点平 把鸡使他出了一个红宝石 是的 那这边的话 瑞兹是拿了蓝豹比以后 应该会继续的主发育 我们看到两边打到了10分钟 人头比依然只有1比1 双方的经济也是几乎相差无几的 那么我们主要来看 应该还是要观察 待会儿进行的一个 要么剩的支援 或者是小团的这样一个节奏 是的 王子现在是绕后 到达了下路 我们看到身后这里 似乎是没有眼的 没有眼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会不会来 而战略是影发上了 看一下 但是这个 你有控制 然后他本身的伤害 也不是特别的足够 他这个大招 虽然说作用和阿木姆大招 有点类似 都是一个大团控 但是释放的难度上 绝对是差了10万8千 是的 阿木只要走到 这个时机把握的是 非常的好 因为是发现了 人马是去上路 抓这个蓝波 所以说立马就 就选了打这个小龙 人马去抓蓝波 然后下路AD 自己很辅助的状态 不是很好 这个时候打小龙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LM这边 也没有强行过去送人头 选择了放弃小龙 那么上路 其实比蓝波这样发育的话 他是非常非常舒坦的 是的 那么仅仅需要注意 也就是不要让圣 能够去支援 去其他路 虎架们在被 LM这边以多打扫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劣势了 对的 我觉得现在观点是 剩下一波传送 可能会爆发一个人头了 而现在对于两边来说的话 线上打得都非常的稳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的杰是已经做出了 一个弯刀 这件装备 它升级之后的破败 也是现在主流装备中 非常精灵的一件装备 对的 它可以很好的增加杰的 六级大招爆发 而且是因为这个版本的问题 所以说导致这件装备 是成为非常热门的一件装备 我们这边的直播军又出来了 直播军是汪漠多的CGK 会在比赛直播间西论坛 微博活动陆续推出 这个等一下我也去参加一下 你坐在这里还抢观众的 不合适吧 那算了 我不去参加了 其实我们这还可以的 我们是 也是公平的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我觉得是 那不行 我不能抢观众的东西 好好好 就参加了 我们来继续看回比赛当中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其实双方的经济 各个方面都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一条小龙的经济 是让土壳支撑方 稍微的领先了一点 但这一点领先的话 在目前来说的话 是并不会对整个局势 产生太多的一个影响 是的 而这一边的话 我们看到真正之应 应该是刚才 反了对方的蓝buff吧 红buff 所以说现在 身上的buff的效果 还是存在的 而这边我们看到 中座的瑞兹 终于是买出了一个 700的锁斯基 这样的话 700的锁斯基这件装备的话 应该说 就是说他出这个 冰心的这样一个闲置 对 但是现在 不知道瑞兹 到底是不是和先出 看待者的户币 来对抗中单AD呢 但事实上 冰心和看待者的户币 对于自己的 不抗追求 其实差不多 这边人马这里 是处于一个 很危险的状态 但他只有一个大招 直接一个大招 直接跑路 大招飞走 很漂亮 这其实跟石头人的大招 我觉得有一些 应许同工之妙 是的 刚才这匹马在对面的 也许也是被三个人为主 还好这匹马儿跑得快 好 但这边的话 依旧还是想要 针对对方蓝buff 抓一波 但这边的 子方的一个眼 也是看到了 然后这边的话 已经是预警 有闪现 露露给大招 这个时候 人马没有大招 很关键 但是吉拉这个大 非常的优秀 可以看一下 趁着传送过来 这一波进行了一波混战 这波少一个蓝波的情况下 依然打得很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ADC先是被打掉了 没有输出点了 我们看一下露露这边 但这边露露也被点死 但露露这个闪现 交流点不明智 这边 闪现过来吗 而瑞兹好像也是成功逃脱了 是的 那刚才这一波的话 虽然说是一个二换二 但是你换掉了对方的辅助 瑞兹这里不太好 是啊 但蓝波赶得过来 这是非要弃牲瑞兹 以换取这两个人头 但是这里闪现走 并没有能够逃脱 被追杀了个月 女警继续地追杀 异技能再点一下 但是没有减速技能追不到 刚才他的大招丢了是比较的早 而且是被对方挡掉了 很可惜 非常的可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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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是对手的眼 这是对手的眼 这边险些啊 又犯了开局同样的错误 这个瑞兹刚刚迈的 我觉得还是算得上是非常合适 蓝波他的一个支援上面 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说 他的大招的这个距离 太远了 实在是 是的 瑞兹刚才WD出之后 蓝波一个大招接上去 直接就把对手的维鲁斯给烫了 而剩下的这个辅助的话 也是 呃 基本上被打在一个残血 对 那么经过刚才这一波小的团战之后 看到这边的 呃 观众说好试大圈 那么久 终于可以看到 不是跟我一个网络世界的高手对决了 嗯 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是他觉得 这些选手的水平实在太高了 自己有点 自担心 没关系 经过长久的训练 以及多多观看职业联赛里面 高手的对决 相信你的实力 一定会有个质的碑月 哎呦 上路兰波现在已经是做出了大面具啊 这个的东西非常克制 这样一个肉装肉装的英雄 对 而且这边的肾的话 他的魔抗也并不高 这样来的话 效果更加的霸裙了 嗯 那这样的一个组合 看下来的话 应该说 呃 对于上路的对抗 肾在初期是受到了一波小的压制 并且刚才的支援呢 虽然说比兰波快 但是作用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好 我们大家可以秒掉 漂亮 刚才这里 露露的感觉他的走位有些浪啊 他一个人 这里旅行还没有来的情况下 直接上去1v2 虽然说他有一个大招 但他并没有闪现情况下的话 还是说是有点过于拖大了 对 也可 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拥有大招 所以说他才敢上去这样吧 嗯 就好像有露露要换家一样 对 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这样一个层面 嗯 啊 这边继续来打时候人 哎 我觉得 阿隆这边下路的组合 有可能等一下要整个世界啊 双方下路组合 其实 捕刀和人抽数是差不太多 还好 但维鲁斯的后期作用远远强过举锦 嗯 所以说这边的话 等一下要看 等一下中后期的这一波小的团战 因为现在小龙的时间呢 也是马上就要刷新了 下一波小龙 M1M在刚刚一波团战 取得了稍微一点点优势之后 相信会对第二条小龙 有一些想法 是的 而这边我们看到 中路的杰与瑞兹的补刀差距 就是很大了 哎 所以居然整整差了60个蜘蛛 对 60刀 那可能算上一些F4啊 这类的东西 真实的小兵也是差距里比较大 而且前期因为也是 跌在一次击杀 所以说肯定是进行了 对瑞兹进行了一些压制 对 我们光看等级就可以看得出 现在瑞兹呢 是落后 跌整个两级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对于野区控制方面的话 M1M是多拿了一个红buff 而小龙这边是 黎明之翼拿到了一条 嗯 好 那这边的话果然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双方也开始 对于小龙这一部位 开始不远 那上单的话 已经早早回家了 我们可以看到 黎明之翼这边 对于小龙的追求还是非常的执着的 对 那么双方其实还是一个田地赛马 时的线上优劣之分 我们看到这边上单和之间的对比 蓝波这边强过胜 而这边则是依靠中单节的完美发挥 是压制了对面的瑞兹 是的 这边李杰说 不知道现场什么感觉 可惜没得去 不要急啊 明天包括下个星期 开始连续这样一个28个比赛日 都可以来到现场 你总有机会可以找到 你这样可以来的一个日子 哎 这边放了个言 看到了 我们看到WOA这里是很下血本 为了想小龙买了三个针眼吧 这里的一眼全部剩了一张 而且周围的假眼的数量也非常的多 这边给他放了一个小花来观看小龙的情况 这边有没有机会想 无法不敢过去 还是不敢想 要瞧小龙的话又再次到了 因为他们的人缘分散在小龙的河道两边 所以很难 兴起一场很好的团战 对 它的同步性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在这种地形当中 蓝波和这样一个瑞兹 以及王子他们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程度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这种小地形的团战当中 尤其王子的大招和蓝波的大招配合起来 本来就非常的优秀 对 然后一堆人挤在一起 瑞兹在在里面疯狂的进行一个输出 是的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火力非常的立体 看一下杰拉 有机会 有机会 这个大招 漂亮 好 好的漂亮 在加个线的传送 有没有机会嘲讽到 闪现 对他就闪现 看着他不效用 已经必须了 非常漂亮啊 感觉说不定真的是LM下午拯救世界的感觉 看我是不是说说对了 确实 刚才这里杰拉这个草丛里 因人非常的狡猾 对 做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你正对着放的话 对方有一个先行的预判 那个E还是蛮难放出的 但是从草丛里面的话 人的顺势反应还是比较慢的 对的 好了那现在的话人头成功了反敲 但是经济上依然落后一点 这里是要拿战争之影开刀 直接一个大招没有放到 哎呀 王子这里打算抱住人马 但是被人马使用大招逃脱了 是的 时间也是稍微卡得正正好 人马放大了 手得正好跳搭 但是你这个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放大的话 他就直线走 看到你放大 人马才交大招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下路的话 瞬间带掉了对方的二台 哎 这边要准备要强杀这个人马 人马现在的话已经又有大招了 再交了一个闪现之后 还是被 被点燃和这个后续 而这里多点开花 鱼体有什么枪 帮助瑞兹击杀了这边的机 好的 瞬间的话 人头又一次追了回来 那么其实虽然说 XV这边经济领先的不多 但其实作为他们这样一个AP比较 应该说是对方没有AP的这样一个阵容的话 其实往后拖的话 除非拖到大后期 不然在这个中后期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个AOE的能力 略显得有些不足 没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 WWMG这套阵容体系的优势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在小根本团队上 乃至于整个团队中 非常的好打 刚才那里人马上路 二塔那里的死亡 我觉得他有些过于低估大面具 蓝波的爆发力 是的 蓝波车的大面具 没有大面具 完全是两个概念 他也是仗着自己 是有一个闪现 想要在塔下 应该是吃一点经验 没想到的话是 亏了更多结果 对 他其实是想干扰一下 蓝波推塔的进程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蓝波的爆发如此之高 在一个点燃 点伤的情况之下呢 是连闪现用出来都没有用了 而这边我们看到 人马和圣都是出了扬言 事实上对手的英雄组合里面的话 他们的魔法伤害 加瑞兹以及蓝波 这两个点可能更高一体 是的 而皇子的话 他更多承担了一个前排的作用 而另外一边的话 就是女警唯一的AD伤态 这里蓝buff好像有个小bug 会隐形 但影响不大 对 这边的话 瑞兹成功拿到了自己的蓝buff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整个的装备情况 瑞兹虽然说出席被压了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出装路线 我们可以看到时光 小兵杂 下场旅行之类 就有舒服 在面对对方纯AD这种的时候 又能够扛到很高 蓝buff又要强杀了 这个是很危险 但是队友们过来支援 反杀 漂亮 这是一个很好的陷阱 我们发现 圣这里故意卖谋 以为蓝buff 真的是能杀掉他了 没有想到身后两个队友及时赶到 对 而且蓝buff的这个杀效 感觉已经是挺高 但毕竟他只出了一个大面具 身上还是要准备出这样一个 关键点你要看圣的装备 圣是一个纯肉这样的出装 而且它是一个撑血量的这样一个出装 虽然出了一个这样一个日盐 但是到后面的话 它依旧还是要走 狂徒的这样一个路线 没错 而这边圣的话为了针对 也是出了水银鞋 面对对方这样一个 应该说是高的魔法常态 我们可以看到 WA这边的辅助 买的这个针眼 是买的非常的舍得 它基本上来说 已经到目前为止 已经差了非常多的一个针眼 牺牲了很大的一个经济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装备 其实并没有出的非常优秀 大眼石配合武素 其实加险水之石 但是其实这个装备 配合了它的助攻 所拿到的金钱 支撑针眼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装备更新的进度 可能会慢一点 是的 那么为什么会买这么多针眼呢 一个就是现在这个400的作用 已经很大的得到降低了 它这个持续时间实在太短了 再有点就是 针眼虽然贵 但它也能起到 假眼的75块钱的作用 而且还能 这个针眼也能起到 视野的作用 对 那你400的话就可能起不到这个作用 对 大家虽然说有眼石这件装备 但毕竟有的时候 三个眼是并不能够满足你 对于地步上所有眼的这样一个镜头 对 所以说眼石差在你 需要战术部署的地方 而针眼的话 差在对方需要战术部署的地方 是的 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对 这里看到 利用女警的夹子在塔下 这里可以遏制一下对手的走位 是的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五个人在中路 对二台好像是有点想法 那现在就看 到底是WOA这边推的快 还是算是这边带的快了 是的 这边开了钢铁力量之辣 这波团战一出即发 我们看到这边瑞兹非常危险 啊 他们吵了两个 这波是一个 WOA三个 看看这边继续追下有没有机会 哎呀 这波推塔实在是不太明智啊 可以选择打个大王旗在这个时候 刚才这里我觉得是WOA的一个失误 他们以为自己推塔的速度是足够快的 但是关键时刻 对手把小兵听光 使得这个塔的护甲上升了 没有点掉这个塔 反而是被对面一个杰拉大速度 这个大速度非常强 是的 而且杰拉他在刚才的作用当中 滚住以后配合大招 这个时候瑞兹非常的危险 而这边紫色军南方一大部分的输出 全部来自于瑞兹 是的 好的 这样的话瞬间两个二塔全部掉了 经济的优势应该说当然无存 刚才这一波 别的人头说得很爽 那么听起来 他只要再把破败做出来的话 他的爆发力就非常恐怖 一波肥 本身已经是出了这样一个清语 也不在乎对方多出一些护甲 没错 所以说清语配合破败王九之间 再加上以魔刀残暴 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之前的三小剑 大家都知道是 我看一下精彩回放 看一下 这个大招非常的nice 人马配合上也是大中了三个人 三个人再配合维努斯的大招 接下来就是杰很轻松的 从最后一个一个人都A过去 是的 没有人敢回手打 因为女警和露露毕竟是两个脆皮 所以说她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比较了不容乐观了 其实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WOE这边 他们的清兵能力是比对手要好一些的 而LM这边的话 他们塔下清兵的能力 除了刚才杰拉那个大招 放完之后 其实OE清兵只能一号维努斯稍微强一点 杰的话 他清兵的话 他不是很敢于上去 用W技能再开翼 这样的话 他W技能用掉了之后 杀人就没有W了 所以说刚才这个 我觉得就是 黎明之一刚好是对方只能打这一波 然后黎明之一这一波就中了 所以说这一波团灭也是没什么办法 死了三个人 瞬间就是 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ADC的情况 那维努斯三个人头 两次死亡和五个助攻 关键是现在杰是非常可怕的 像一个 应该说是半A 就是半输出半防御的这样一个装备吧 这些只有一个隐谋刀而已 对于WOA来说的话 这边其实他们应该更加好地 利用一下自己的女警的单人 去耗打血的能力 而不要急于在塔下跟对手开团 刚才五个人站得都太近了 如果让女警慢慢磨的话 其实对手很难打 最主要的还是说 瑞兹这个走位的话实在是太可怕 我今天我们看到 蓝波也是抓到的人 这个伤害 现在有了冰障的蓝波 这个大面具的效果被完全发挥出来了 是的 而且刚才应该是新鲜的400 就这样被打掉了 那这一波的话 中路是很危险 如果赶上来抢手的话 搞不好还会被强行开团 因为黎明志力这边 他们所有技能都在的 我们看一下 王子这里会不会敢强行 跳上去开团呢 蓝波一个大就大过去了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对 应该说只是为了拿这个塔 而放了这个大招 但这边圣我们看很狡猾 圣也是带到了内塔 这边上单的节奏非常的好 圣应该差不多时间要走了 中路这里再往回追 但是这边的圣的话不急 他可以用大招飞回去 所以不用担心什么 他可以继续拆 他还是走了吗 还是稳一点 稳一点 或者说可以 直接想要 飞过去打大龙 这个节奏 来的是有一点点早 我个人感觉 会不会这个大龙被对手抢掉 应该是对方线上出现了 以后再来 王子打算一推二连下去抢了 这个已经有点危险了 这很关键 这一波实在是反杀了皇子 有机会 这里对手状态并不好 人马现在潜血充电血 但是对手女警出处位置还不错 而瑞兹血量也还行 看一下 这波要反验了 还有瑞兹 瑞兹要拯救世界吗 还是瑞兹能不能拯救世界吗 看看剩下一个嘲讽 能否嘲讽到 他还有闪现 闪现嘲讽 维图斯 维图斯的伤态 漂亮 看下这边的话 这应该是伤态不足 不敢打了 这一波的话 还可以说是 林明志一算得上 比较的转了 同样是四换四 但是拿到这条大龙 同时也是阻止了 最关键是阻止了 对方这样一个战术的意图 非常关键 这边不得不说 LM刚才的战术准备 实在是太优秀了 而且瑞兹最后反应也很快 对的 刚才如果瑞兹 没有第一时间交这个闪现 让维图斯那一套技能 打上去的话 那结果可能就会 完全的不一样 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一开始我觉得 是圣传送过来 有点早 这里的话 对手是完全来得及 抢这条大龙 是的 果然是被王子抢掉 我们看一下 王子这边的话 是13级 人马也是13级 两边的惩戒伤害是一样的 但是兰博这个切后牌的能力 让维图斯 大家注意这时候 维图斯的血线一直都比较低 他没有把血吸回来 是个关键原因 他就已经想上去强杀 但是 维图斯这个闪现 也是躲得很漂亮 对 紧接着瑞兹这里一个1-3 先杀掉了对手一个 紧接着 甚有闪现 大红可惜 维图斯离那边有点远 哎呀 这个闪现 躲掉这个意 躲得很快 对的 非常的关键 好了那经过了一波 大龙的博弈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人头比是15比12 但经济差是没有扩大 还是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 这场比赛应该说 两支队友打的 真的是相当的精彩激烈 是的 实力上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差距 双方打的都差不多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边装备更新的情况 那刚才的话 其实这一波团里面 甚至为一个肉盾 确实是没有人去打他 因为他的伤害也不足够 对 所以说留到最后的话 仅仅能够起到一个 前排和控制作用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 圣你刚才说他伤害不足够 于是他这边就反省自己 准备从三项 从他这个出小兵 所以之后买本法商书的话 肯定是要做三项 是的 因为刚才如果他有伤害 可能就 哎这里千万不能死 瑞兹说 我跟人马里 拼拼跑步速度 他追得很快 是的 刚才应该是开了一个皇冠 那么现在的话 他身上这个大天使之杖 也已经是转成了 治天使之庸 这样一样的话 他的一个生存能力 再加上本身有一个大腰带 是更加的 更加的强了 对 面对这方纯AD 纯AD的话 再上他有一个护甲 对的 所以说 这方打他还是不怎么痛的 那现在的话 应该说之前那段时间 我记得 瑞兹分张了几个出魔贴 是的 哎现在的话 我看到他又出了 治天使之庸 因为这件装备的话 他这个护盾主动的效果 确实是在团战当中 是更加给力一些 一个就是追求一个输出 一个是追求防御 是的 而且他还是加了 不错的防伤嘛 对 而摩西的话 最多是增加一个攻击力 好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30分钟 推塔输是6比4 而对于野区控制来说 应该是 哎这边 一技能一空了 好的大招 有没有机会 又是一个 哎呀 秒 哎呀 杰达林子贤 放了一个大招 救了人吧 对的 龙神爵 最后这一个大招 如果不放的话 人马应该是 也是危待旦夕啊 对 再次一个400 新鲜的没了 嗯 这对他来说的话 还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 两个400没有起到 应该有的作用 应该说 他现在辅助的经济 是被打得非常的惨 这边瑞兹 我们看一下 他的出装 是准备再往蓝盾上 没发展 是追准了对面 AB伤害输出不足 如果说瑞兹 再出了蓝盾的话 那这样的话 真的是贴着你脸上来输出的 是的 那现在的话 刚才占了一波优势以后 看到黎明之一这里也不急啊 他们现在其实不敢太急于去推 因为对面圣一直在猥琐的带线 是的 如果一旦急于去推的话 被圣一个人带着就不好 但是小龙的控制方面 依然做得非常的优秀 看一下这波小龙达不到分枪 现在的话也是因为 而中路杰这里追着王子狂打 王子举再掉一点的话 可能会被强杀 但这里的瑞兹已经过来了 完了 杰要被鸟 剩大过来 但来不及 果然被拒 哎呀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中路是非常有可能就破掉了 因为杰的复活时间实在太长了 而且杰的话 作为这边的主力输出位 现在不在 靠维鲁兹一个输出点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太困难了 现在就看维鲁兹 能不能再耗掉对面王子一些血了 等王子血再少一点的话 还有机会一卜 这边的话只能一托于 人马的前排和圣的前排 配合维鲁兹了 看一下 人马冲进去 但这里的输出太高了 反跳 反跳了一个圣 这很硬 但是还是很快就死了 哎呀 对面的爆发实在是太高了 那边瑞兹的话 也是上次一血洋 多时间冲到了后排 这里 女警再点一下 好的 点掉了一个内塔 不过好在 对手状态都不好了 总算守住了这个水晶 对 但是不幸福到外星 水晶没掉 还得接受 而这边维鲁兹的装备 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是打算出一件狂图 来增加自己的保命能力 但是刚才的话 小龙呢 他们是没有打掉 是直接过去来支援中路的 这样一个王子 对 这里一直过来 再收掉这条小龙 维鲁兹想过来抢一下 看看 没抢到 还是没抢到 现在维鲁兹没有大招 如果有个大招的话 这三个人都可能留下来 非常可惜 因为后面人马和杰已经跟上了 是的 而这边我们看到 由于对方的AP伤害比较高 所以说 这里的话 LM这边 大部分是选择了水晶之鞋 四大哥好亮 堪比吴明哥 刚才这一下确实 这个大龙方是确实白奥 杰 刚说四大哥好亮 你这个乌鸦嘴 这跟我没有关系好吧 你直接在说观众 我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付述一下观众的主要 对 刚才这一下的话 应该说是黄子比较浪了 对 但这里的话 杰我们看看他W 应该是能穿墙逃走的 但是 对手也没有选择继续追 也是因为主要来说 不清楚对方其他人的一个位置 因为现在他们是一个四个人 还是球 还是球 差弯了一点 那么杰这一波是将攻除罪 杀掉对手的黄子 延缓了对手半分钟的推进时间 是的 那可以给自己这边更多时间来准备一下下锅的进攻 但我提到过了 前面就是说 LM这边其实本身就比较欠缺清兵的能力 如果说对手强行过来推水晶 慢慢消耗的话 其实相当难以防守 这也是女警这一个远 对 利用女警的射程慢慢去点就可以了 对 而女警现在的装备更新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这样一个银血红叉配和轻语的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关键你可以发现 其实他们的核心这个都够肉 是的 多多少少都有点肉的能力 这样的话 本来你这边就没有AP 你爆发就不足的情况之下 很难秒掉对手的话就很难打了 这里瑞兹最后还是没有出蓝盾 他是把前面的甲变成了一个大冰心 之后他可能是打算再出现狂徒 那这样的话 其实瑞兹反而是成了 主创军团方最肉的 最肉的 因为他大招还是吸血嘛 所以关键他不仅就是 他的这个爆发能力还非常非常强 这也是瑞兹这个英雄 成长起来的可怕之处 对 而且你不要说爆发了 他的持续能力还很强 对 就是瑞兹一旦打到后期发育起来的话 他在团队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 这一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眼睛的看到了 在大龙方向 所有人应该是要赶过去了 但现在对手五个人全都健在 这个时候打大龙的话 有可能是送翻範的节奏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龙打得够不够快 能不能rush掉 现在打算传过来了 这波大龙就决定双方的命运地收到了 好 看起来要全场重点 是谁的 跳到 维鲁斯输出位置极品 看一下维鲁斯状态几乎是满的 要杀光了 完了 这一波要翻盘了 果然翻盘了 明焕武吗 这 这一波应该是来得及直接 打算这一波可以看到 维鲁斯直接闪现 只要穿墙过去 准备推墙了 这个无家嘴 其实是刚才对手五个人都活 没办法 对 还来不及一波基地 没关系 这一波的话 WA损失很大 但是应该只是被破一路 我们看一下 复活时间来讲的话 应该说都是三十几秒 不过下路这个也没有了 可能是破两路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破两路 破两路接下来就非常的难打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两路如果都破掉的话 两路超级兵 怎么来防守呢 而且关键现在对方是 你一个都没有换掉 刚才对方抢的大龙 是你换掉了四个人 现在的话他们是全部龙buff 我们发现双方打大龙的时候 都是挑选一些 错误的时间打大龙 都是错误对面大龙的一个想法 是的 如果能够稳稳当当的话 将对方的一个打野击杀 再选择打这个大龙的话 其实会好很多 这好像是能破三路啊 这那就没有什么机会翻盘 好的 如果一波反杀的话 杀光的话就是一波基地 杀光就是一波基地 黄泽 黄泽 来不来 逃得很快 是的 逃得非常的快 还有一个王冠 但是蓝波有加速 戳了一个 不要急着杀一个 虎 虎无所谓 对啊 关键是前面那两个能不能追上 应该是没什么 这两个人太难追了 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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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是 看一下这边的水晶爆没爆 已经爆掉了 那 这三路被破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了 应该说现在LM来说回城 然后这边陆路好像是看到了对方的 这里 看一下 圣怎么会在这里TP被抓到了呢 但是他们不敢打啊 这里三个人 肯定不敢打 总感觉历史好像是在重业如此的生死 你做我一波大龙 当我李上宝 还你一波 刚刚也就是说是瞬息万变 确实是确实如此 刚才这个关键是对手五个人全都火 你这里强打大龙的话 真的是不是很明确 我觉得还是说是高估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输出的一个能力 其实人马赶快的时间是刚刚好 如果他们能够再快一点点的话 那么这一条大龙就归到了WOA手中 那么这一波的话就非常的顺冷 但非常可惜 还是急差一招 而且大龙那个圈里人被恐惧到 那个大龙的坑里之后 维鲁斯在外面集体位置各种输出 是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全都在这个大龙的位置 他们这个阵容维鲁斯大招 然后人马大招 然后还有这个 解答大招是更好是配合他非常完美 还可以算得上市 对 而且刚才关键点在于的话 就是人马的这个大招 恐惧了对方的英雄 导致对方没有办法来抢大龙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人马精确计算血量 使用承接强调就非常的容易了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这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也就是LM这边的话 喜欢对方是抱成一个圆形 然后WOA这边的话 喜欢对方抱成一个线形一个 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好的 我们看一下野区控制数据 应该说 这条大龙把之前所有的野区 即使你控的再好 应该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毕竟高地破了三路 现在我们看一下 只能期待奇迹的上演了 奇迹上演就是说 等这个水晶活了 然后一波 基本上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对 但是三路被破被翻盘的比赛 在我印象中 我玩一新联盟到现在两年多了 顶队就记贱国不超过三盘 真的是太难了 非常的少 太难 你防守一路的话 另外两路兵就能把你基地给拆了 没错 这边的话 养胜的大龙buff 是打算继续来一波 直接消耗水晶旁边的两座防御塔 加上这六个超级兵 他们A人也是很痛的 怎么办 这里是被完全无情的消耗 看一下 人马被打算 好 这波把人马消耗了一波 这里想要急 但其实对手只要点塔的话 就已经输了 各种控制 瑞兹还在各种生产 但是还是来不及 好 这边已经被杀了 基地爆了 直接要爆了 直接要爆了 我们可以看到 RM马上就要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恭喜RM 恭喜